第四位 第四位 大家好 我是洪教授 洪教授今天呢 要來做一款獨一無二的一個音樂盒 不論是外觀或是音樂 都可以自己設計 OK 我們現在呢 現在做音樂盒的外觀 用到的材料呢 就是這個 雖然一個罐子 以及你要塗上的一些顏色 一些為了緊緊貼貼的東西 OK 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開始 朋友們還會出動 :「紫薄斜碑 一點點點點點ły 好,還放過 好,那邊 很嚇壞 在箱子裡 小姐姐 做的 讓櫻子 我們身atter 我們的小姐姐 好 和 第一,音樂盒已經完成了 我現在就來跟各位說明一下這款音樂盒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外觀 這裡是馬來莫的作者 正面就刻有英文字 我們把它轉過來 沒有錯,就是一隻開在馬來莫 那這個外型呢,它就是依照這一隻而來 那我們現在馬上來介紹這個音樂盒的功能 我們會看到背後有三個機關 反射這條線呢,就是有一個開口 可以連接裡面那個音樂盒的控制器 就可以在接線 就可以改變它裡面的音樂 裡面這個按鈕就是音樂盒的開關 那這個旋鈕呢,可以調整它的大小 那我們電源的來源呢 就是用它底下的電池 所以呢,每電的時候都可以換電池 好,它已經是完成品了嘛 所以呢,我們要把它的線給拔掉 來,我們把它拔掉 拔掉之後呢,我們給它馬上呢 來啟動這款音樂盒 那現在來說明一下它的功能 它的功能呢,就是按下按鈕之後呢 它會開始播放音樂 那還記得我們 原件裡面有一個三色LED 那麼我們這隻可愛的小萊莫呢 它就會隨著我們的音樂呢 來發出七彩的顏色 OK,我們馬上讓大家來看看 OK,好,我們現在馬上來啟動這個 可愛的小萊莫音樂盒 按下按鈕 那它就會開始來播放音樂 那我們現在呢,把電燈給關掉 讓大家看看它的效果 在不停的音樂盒 我會不會開啟動 讓大家可以在這裡 在不停的音樂盒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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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